同樣也是意外消息 嘉義縣布袋鎮一間冷凍工廠 今天將近中午時 突然有安氣外洩 當場造成了七名員工 還有一位民眾出現了頭暈 以及想吐等等不舒服的症狀 立刻被送到醫院治療 消防人員在冷凍工廠的廠區外 大量噴灑水柱 希望能降低安氣濃度 嘉義縣布袋鎮中正路上的 一家水產冷凍工廠 上午十一點多 疑似因管線爆裂 造成大量安氣外洩 可能那個法有問題 所以就那個廠區就通報 我們說有安氣外洩 對 我們到現場 就先出在那個裡面的員工 總共一百零四位 由於安氣具有腐蝕性 而且味道相當刺鼻 消防人員背著氧氣瓶 與工廠技術人員進入廠區 除了繼續噴灑水霧 也在中午十二點多 成功關閉安氣管線的安全法 有效阻止安氣持續外洩 不過由於事發地點 靠近於市場 人潮眾多 仍有七位員工 以及一位民眾 頭暈想吐 被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幸好這八人送醫後 意識還算清洗 沒有生命危險 而消防隊也正在做善後處理 至於安氣管線爆裂的原因 還需要相關單位 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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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